由于阿祖法无法支付工人们的工钱 所以他们只好抢夺阿祖法之前小屋的门窗用来抵债 这种情形不仅给阿祖法带来了经济上的直接损失 更在情感上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今天一早 工人师傅们就过来干活了 摄影小哥也照就给阿祖法母女二人带来了食物和生活用品 这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虽然看似简单 但对于阿祖法来说 他们是生活的必需品 是维持日常和应对经济压力的关键 工人们的到来意味着工作的进展和生产力的活跃 这本应是阿祖法感到欣慰和快乐的时刻 然而 今天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阿祖法的脸上挂着无法掩饰的担忧 因为他正面临着支付工人工资的严峻挑战 昨天 工人们已经开始追讨他们应得的报酬 这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 他深知 如果不能及时支付工钱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甚至可能影响到工程的进度和工人的士气 这种担忧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让他感到窒息 尽管如此 阿祖法并没有放弃 他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阿祖法仍然坚持着对工人的关怀和责任 他继续准备茶水和食物 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丝温暖和安慰 这些简单却充满心意的举动 不仅是对工人们辛勤劳动的尊重 也是阿祖法在逆境中保持人性光辉的体现 重型卡车的到来 载着满满的建筑材料 一整车的石子 这本是莫森为阿祖法的大房子建设所安排的 然而 这份本应带来喜悦的进展 却让阿祖法的脸上富满的忧愁 经济压力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这种压力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尽管建造大房子是一个梦想成真的过程 但现实的经济困境却让这个过程变得异常艰难 工人们的追讨工钱已经让阿祖法感到焦虑不安 他担心今天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种焦虑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麻烦 然而不论内心多么焦虑 阿祖法知道他必须坚持下去 继续为工人们准备茶水和食物 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阿祖法的建房工程得以顺利启动 这离不开莫森的大力协助 尽管莫森自己工作繁忙 但他始终将阿祖法家的事放在心上 然而网络上的评论者们提醒阿祖法要小心莫森可能设下的陷阱 提醒他保持警惕 因为人可能因利益而改变 正如老爷爷的所作所为 他最初并无欺骗之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儿子的逼迫 他的行为逐渐变质 老爷爷的儿子因违法被捕 老爷爷不遗余力地想要保释他 这可能仍在进行中 网友们担心莫森可能受到老爷爷的影响 因为老爷爷是莫森的亲叔叔 他们私下里是一家人 网友们建议阿祖法与莫森签订土地转让协议 并核查土地的合法性 因为政府正在拆除违章建筑 任何未经政府认可的建筑都不能建造 阿祖法已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故 他变得更加谨慎 已经签订了合同 并从邻居和村民那里得知 在这里建房是被政府允许的 工人们完成了一天的劳作后 来到阿祖法这里享用饭菜 今天又是一顿烤鸡 饭后 他们围坐一起 边品红茶边继续向阿祖法索要应得的报酬 阿祖法提出能否先支付部分工资 但工人们坚持要等明天工作全部完成后才结算 尽管阿祖法承诺会尽力筹款 但工人们的态度显得相当坚决 工人代表提出 我们辛苦工作了四天 阿祖法 你应该给我们两千美元 阿祖法无奈回应 我现在手头没有一千五百美元 工人们坚持 我们必须拿到我们三个人的工资 阿祖法试图协商 明天我还有混凝土要浇注 我会先给你一半的钱 另一半等明天工作结束后再给 工人们不依不饶 不行 我们必须今天拿到全部的钱 阿祖法坦白了自己的困境 我现在手头紧张 为了建造这座大房子 我甚至需要贷款 工人们提出建议 那你找摄影师要钱 阿祖法解释说 摄影师现在手头也不宽裕 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就在这时 摄影小哥递给阿祖法一些现金 阿祖法数了数 然后将一半的工资交给了工人们 虽然工人们收到了部分款项 但他们仍然坚持要拿到全部的工钱 面对工人们强硬的要求 阿祖法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们计划以门窗作为抵押品 以确保自己的工资得到支付 但这些门窗对阿祖法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是完成房屋建设的关键部分 阿祖法恳求工人们理解他的处境 希望他们不要拿走这些必需品 然而工人们的态度坚决 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所得 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利 阿祖法感到无助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 来满足工人们的要求 同时也无法阻止他们拿走门窗 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工人们 将门窗作为工资的替代品带走 这不仅让他的建房计划受阻 也给他带来了额外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阿祖法的声音中带着恳求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无助和焦虑 但是工人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要养 他们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计 他们对阿祖法的处境表示同情 但同时也坚持自己的权利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 双方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激烈 最终 在一番争执之后 工人们还是决定拿走门窗 阿祖法站在一旁 心中充满了失落和无奈 他看着工人们将门窗一件件搬走 都像是从他心中挖走的一块肉 他知道 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 更是对他梦想的一次沉重打击 贝哇 这場外奖 你会有钱 不